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王爹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各位這一場真的精彩 保證精彩 我來跟你們各位好好的介紹一下 一樓呢是我們抖音的網紅 意義 二樓呢是我們的小助理 三樓是黑輪 黑輪大家知道吧 反正你們只要有不知道的人呢 就是直接到抖音上去搜尋 就可以找到 三樓你就打黑輪 在抖音上找一下 你就知道 超級帥哥 那四樓呢就是皇帝本人我啦 我不是什麼超級帥哥 我就是一般的帥哥 再加上有大雞雞就這樣而已 那五樓呢是健身肌肉男陳天斌 只要有在滑抖音的 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幾個 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組一個舞牌 我們現在在宜蘭的民宿 因為我們幾個呢 都是八九教科室的團員 我們閒來無事 就會抽在一起舞牌 那我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打完這場遊戲之後 我們所有人的反應 我臭你媽死黑輪 臭你媽死黑輪 對沒有錯各位 我們非常的興奮 到底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各位可以好好細評一下 這場戰鬥 OK進到遊戲畫面之後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每個人都拿出 自己最強的角色 陳天斌他拿的是井 中路的承諾余生紫戀尼呢 他的令月非常的強 然後意義呢 他玩的就是艾瑞 他超級會玩艾瑞 然後黑輪就是玩艾里的 他艾里也玩的非常的不錯 簡單來講 我們這個組合就是超強的啦 我就是負責打野這樣子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對面的美娜嘴巴有夠臭 簡單來講就是個黑粉 那我們不理他 我們該打好就打好 後期屌虐對面 那這個時候的黑輪跟意義呢 還不知道黑粉的可怕 那這邊我是選擇直接不理啦 為什麼 因為你跟他們聊越多 他們屁話越多 傳說對決的生態就是這樣 屁孩永遠死於化多 各位好好欣賞一下這一場 我們所有人是如何對待這個屁孩 這邊意義就說了先贏再說 那我想說他們都打字了 我也來參一卡好了 我就說話說你哪位 有沒有看到我打字的手術 你們是知道非常的快 那我們把藍區吃完之後呢 我們就搶來把中路兵給洗掉 因為我們的令月趕不回來嘛 我們等他回來再吃就已經太慢了 所以我們直接把他洗掉 這個時候我們的經濟發育是非常好的 那對面美娜說他是我的黑粉 那也沒有關係 各位你們知道嗎 黑粉也是粉 他們要噴我 他們就要認真看我的影片 也是幫我賺錢 那這邊Iray 也就是我們的意義 他就說了 真好都有黑粉 那我只能說呢 在傳說對決 在玩遊戲裡面 有黑粉不是一件好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影響你的遊戲形態 幸好我是已經麻痹了 果不其然 對方很快的也認出了意義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穩住自己心態 我們意義現在應該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他總算在傳說對決裡面 被認出來了 平常跟意義出門 在現實生活中認出意義的比較多 畢竟他比較顯眼嘛 比較高 比較顯眼 在遊戲中 有人認出他 這他頭一回 所以意義這個時候 其實他當下是非常開心的 我能坐在他旁邊嘛 那個時候沒有錄影就蠻可惜的 我只能夠口頭跟你們講 當下發生的狀況 那這邊中路Gank失敗 我們就轉向魔龍區 來吃這條魔龍 反正想從黑粉的手中贏得勝利 這一場的地圖物件 絕對不能夠掉 那這邊美娜就說了 我是你的真粉 他是意義的真粉 意義看到超級開心 我們也替他感到開心 對面盧蜜亞的大招完了 他的大招太慢開了 不然是有機會搶到這條魔龍的 那這邊我們把魔龍吃完之後 我們繼續來掃蕩我們的藍區 反正青燕12等才開始 12等之後他大招3點都點完了 3招技能點都點完 青燕的傷害才能夠完整的被激發出來 所以我們在12點之前呢 就是龜陣龍 有機會就打團戰 沒機會就瘋狂的農野怪 那剛剛前面 意義有說嘛 來給我殺 然後對面就回懟他說 你會啦 不用我教你 這個就在呼應 之前意義的一個梗 什麼你不會我教你嘛 他在呼應這個梗 然後意義就回來說 你是老粉喔 那這邊我們搶這個藍buff 失敗被甲蟲給搶走 沒想到這個對面美娜 開噴 你不要開別人的Alpha喔 他根本就不是真粉 你知道嗎 他也是意義的黑粉 OK各位 看到這裡就知道我們該怎麼做了吧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絕地大反攻 我把畫面稍微快轉一下 那這邊特別配合另一個 我們來把中路的塔給拔掉 拔掉之後呢 就是要入侵對方的野區嘛 這個是基本觀念 看到對面的藍buff出來 甲蟲也在旁邊 我們這邊沒有制裁 但是我們可以稍微拉一下 等待制裁一號 我們這邊還是被甲蟲給搶下來 非常不爽 開啟大招 對甲蟲一頓瘋狂輸 但是甲蟲還是有凝傷 把他凝傷逼掉之後 回頭想要走回頭路 遇到盧蜜亞 甲蟲又回頭來 結果遇到美娜 又遇到對面的兔子跟大象 哇原地去世 五隻都在這裡 我們都被嗆 被嗆說叫我們改名字了 這口氣怎麼能忍呢 重點是對面看到我們來 他還不打算撤退 你看這個美娜 到底有多囂張就好了 我跟艾里跟美娜 纏鬥到一半之後 甲蟲跳進來加入戰局 沒想到我們 艾里這個大招 開的實在是太好了 甲蟲跳進來一起震飛 我們兩個人 直接把他們兩個人收掉 蛤 還敢叫我改名字 下去吧你 那我們在吃完藍buff之後呢 我們等級已經達到了12等 達到12等的青燕 我說了 原地起飛 12等的青燕真的超級強 那這邊我們就來上路 把這個兵線給帶進去 很多玩家都不懂 兵線到底該怎麼帶 我覺得這個有點吃 應該說我之前有打英雄聯盟 所以我對這個兵線的觀念 比較有一點觀念 就是之前有打英雄聯盟 有特別專演過 打傳說對決 其實是差不多的模式 那這個兔子也知道我埋伏在附近 所以他清完兵線之後呢 他就直接離開 我原本還想說 他會笨笨的直接來推他 既然他直接離開了 我們就直接把兵線清完 然後接著我們就直接到草叢裡面 做個蹲點 看會不會再有人來帶兵線 但是呢 我看到小地圖上 兔子已經往中路靠過去 我們這邊就放心的 再來帶一波兵線 讓上路的兵線 是能夠帶進去對面的塔內的 那從小地圖也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是集結在中路 下路那邊 上路是完全沒人 所以我們這邊準備回程 可是我想說我現在回去 好像也幫不了什麼 所以我就斷了我自己的回程 我來把上路的塔給推掉 這樣比較實際一點 所以各位 如果你們要分頭帶線的話 你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你回去的話 到底能不能夠幫上團隊 如果不能的話 你就繼續帶線 因為我剛剛那個情況下 我回去 我也不可能跟對面開戰 但是我推完一座塔 再回去的話 我們至少是把上路打出一個破口 然後我們再回來防守 這樣時間才是剛剛好的 那這邊盧蜜亞跟大象都在塔下 我們直接開啟大招免控之後 直衝盧蜜亞而去 大象這個大招開的也是非常的好 這裡就真的比較可惜一點 對面一直有人輪流出來鬧 我完全沒辦法進場 然後我們這邊就選擇直接撤退啦 因為我們再打也打不贏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是可殺不可入 你可以殺我 但是你不能羞辱我 我看到這個美娜 我知道我跟他打 勝算應該不高 但是呢 我就是要跟他打 為什麼 這是一種感覺問題啊 有沒有看到 美娜直接對草叢勾 他應該也只好在裡面 我們直接跟他對靠起來 找準時間 我們開啟大招 我們就是要反打 現在我在累積有的被動而已 那這邊看到美娜 我們直接一個一技能 躲開盧蜜亞的大招 看到嗎 細節拉慢 那這邊我們開啟大招 直接跟對面美娜對靠起來 我覺得這樣打起來 有沒有看到12等之後的親眼 我們沒輸啊 而且再加上我們的愛里過來支援 直接 哇 這感覺就是舒爽就是舒服 有看到 這邊這個兔子 還敢給我調皮啊 皇帝我直接強行凱瑞博 我們打到現在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對面這個美娜黑粉 他已經完全沒在打字了 因為他戰績非常難看 他被我們所有人殺爛 你知道嗎 所以他完全不敢再坑任何一句話 那一樣嘛 對面死了兩個人 我們就是要帶兵線 下入兵線進來 把兵線給壓出去 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魔龍是出身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去吃魔龍 沒想到走到一半 被對手盧蜜亞給搞偷襲啊 盧蜜亞直接一個陰險陰我 那沒有關係 沒想到甲蟲也來了 我們一個完美二技能 躲掉甲蟲的大招跟盧蜜亞的大招 但是還是不敵對手兩隻啊 如果血量可以再多一格 就可以反殺對面的甲蟲了 很可惜 各位都知道我們是講求義氣的 艾里為了替我報仇 也被甲蟲給反收掉 那這一場我採用的是冰袍打法 通常會出全能武器 但是我這場出冰袍 出了冰袍之後啊 我每一個技能都可以把敵人緩速 而且加物理防禦嘛 就是打起來會比較穩定一點 不會說出全能武器 這麼的軟 所以因為這一場我覺得 冰袍的話會更加適合啦 比較好留人 所以說各位如果玩青燕啊 你遇到這種比較硬的對手啊 比較麻煩的對手 你就出冰袍 你遇到這種可以隨便殺的對手 就出全能武器 大概是這種感覺 我自己的評斷標準是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艾瑞一役 真的是非常的兇 他直接壓他 沒有人敢對他怎麼樣 誰敢對他怎麼樣 他就綁著打 誰敢對他怎麼樣 他就綁著打 那這邊呢 我們全隊啊 把這座塔壓掉之後 我們是輸掉的 對手現在全部在追我們的隊友 但是沒有關係啊 我直接進場 誰敢動我們隊友分好 有看到嗎 我過去開個大招 接著直接衝對面的兔子而去 沒想到兔子一個二技能跳開 很可惜 那這邊想要反殺對面 沒有反殺到 我們就只能用生命逃跑 我老實講 我在逃跑的過程中 我嚇到 內褲都快死掉 你知道嗎 我沿路一直跑 對面一直追 他們沒有放棄追我耶 那我跑到這邊 我想說OK 我已經跑掉了安全safe 我就開始吃我們自家的野怪 沒想到打一打 對面這個盧蜜亞突然開大招 被對面看到我的視野 沒想到這個時候 甲蟲又過來了 雞蛋糕咧 WTF 我都已經走到我們家野區 你們還不肯放過我 這邊我就直接走回家補血 不然太危險了 復活之後看到我們的意義 強行開戰 不愧是台中8加9 一言不合就是要直接打起來 那這邊看到 他直接綁住對手盧蜜亞 基本上綁住就是等死而已 因為這個艾瑞亞 開戰能力實在是有多太強了 那這邊兔子真的是 不過為什麼 他就兩條腿而已 他不過為什麼跑那麼快 你知道嗎 那也沒關係 放他一馬 對面已經被我們收掉兩隻 但是我們的兩個隊友也被收掉 算是個55開的局面 這個時候 魔生凱撒出了 15分鐘已經到 這條魔生凱撒就至關重要 嚴重決定我們這場到底誰會贏 黑粉獲勝 還是我們獲勝 我跟你講 正義必勝 我們就是正義的那一方 你們知道嗎 那這邊想來壓下路塔 但是大象跟兔子在那邊守 我們就選擇撤退來蹲草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蹲這個草非常的巧妙 對面完全沒有人發現我 看到兔子過來之後 我們直接就二技能貼上去 直接對他屌靠一波 那我們大招開下去 直接秒殺掉他之後 接著艾瑞綁住這個甲蟲 可惜有護盾 沒有護盾的話 這個甲蟲其實是會死掉的 那我們的8911 艾瑞呢 堅持了非常久 沒想到我們的令月 哇操一個帥氣的補刀 真的很帥 但是他這個令月應該是跑不掉了 直接被緩到爛掉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黑粉梅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還要交瞬移 他其實這一波是不用交瞬移的 那這邊我們的艾瑞能否秀掉兩隻呢 黑輪 秀一個黑輪秀一個 黑輪採取一個拉打的戰術 那看到我們的這個勁啊 也就是我們的天兵也是一樣 他們兩個準備秀掉對面 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默契 一個拉一個打 一個拉一個打 你覺得這個美娜會贏嗎 他只不過是一隻螺蟻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耶 那這邊這個對手的盧蜜亞 直接一個 哇哦 他這個惡魔微笑 直接把我們的這個井 天兵給殺掉 但是呢 我剛剛有說了 89就是幹嘛 意氣啦 我們的黑輪馬上就把對面的盧蜜亞給收掉 幫我們的黑輪報仇 是幫我們的天兵報仇才對 那我一看到說小地圖上美娜跟大象在上面 而且兵線都帶進去了 我就趕快扣我的隊友們 我們一起來吃這條魔神凱撒 我們這個時候吃絕對是最安全的 因為大象跟美娜是趕不下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吃是最快 只是說我們的 怎麼說啊 就是只剩下兩個戰士在打 自然是打不動嘛 我的復活甲還被打掉 艾瑞 不是艾瑞 艾里還被打死 幸好我們是有把這條凱撒給吃掉 不然真的會虧大了 那回到加布狀態之後呢 可以看到對面所有人都想要集結中路 所以我就把魔神凱撒放在中路 抵禦對方的攻擊 但是對面五隻擠進來 我們是真的扛不住 就剩下僅 令月跟我而已 我們的這個艾里亞跟艾瑞都死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非常難打 我們這邊一個走位 躲掉了對面盧蜜亞大招 我們的令月也是血量精算 實然沒有死 如果令月死掉我們真的會非常難打 這邊艾里復活 我們所有人 應該說我們四個人 我覺得就可以靠一波 對面這個時候太急躁了 為什麼 他們為了趕快贏一下這場勝利 其實他們打得非常前面 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 我怎麼可能放對面走呢 這邊我們利用小兵接位 逐漸朝對面盧蜜亞比進 盧蜜亞瞬移也交了 但是位移有我們多嗎 貼上去直接靠他一波 盧蜜亞還是雷死 接下來美娜出來嘛 直接大招想控場 我被收掉沒關係 我是有隊友的 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隊友非常的給力 每個人相繼衝上去 這個艾瑞直接瞬移上去 直接綁一個 對面直接死四個 好不好 我們直接一個 我只能說他們剛做一波 太壓了啦 如果他們歸一點 可能還有機會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跟對面說 黑粉要加油 我們所有人開噴啦 憑什麼黑粉能噴我們 我們不能噴黑粉 我們從不欺負別人 但是別人也不能夠欺負我們 你們知道嗎 我們直接贏下這場的勝利 說真的 我們所有人當下 就是在尖叫 在瘋狂 你知道嗎 哇好爽喔 不是因為我們很好滿足 只是因為我們覺得 就是這種感覺非常的爽 你嘴秋嘛 被打爆活該嘛 那這一場的MVP呢 是我們的黑輪 他這場愛你玩得非常不錯 可以看到對面的美娜 零五九 零五九也敢秋啊 雞蛋糕咧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場打完之後 我們到底有多興奮 男人嘛 快樂就是這麼簡單 哇 臭你媽死黑粉 對啊 臭你媽死黑粉 送下去 咳嗽我 你娘啊 啊 零五九也敢在那邊嘴秋 假笑 啊 你娘來來來 這上 你娘來來 阿Q 燈 紅燈 丟 你娘去紅燈 阿Q去紅燈 啊 阿Q 要脫 你不要越露越多 趕快脫下來 你他有錄影了 有錄影了 就是那種垃圾 臭你媽的 媽咧 真的 順帶一提啊 我們異哥他已經買Alpha了 他已經沒有開別人的 哈 阿Q 啊 人家已經買了 你在幹嘛 你還在打手槍吧你 你又說了 都不然